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安全局宣布 2022年发放给退休人士的社会福利基因 将调增5.9% 创下3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以反映物价最近的凶猛涨势 而这项福利将会汇集到大约7000万名美国人 来看新闻详细内容 万物齐飞涨 幸好退休金也有涨 社会安全局每年都会根据物价上涨的状况 调整社会福利金 这个调整机制称为生活费调整 通常简称为COLA 2021年度的COLA调整幅度仅为1.3% 2022年度为5.9%的调幅 是自1983年以来最高 当时是物价飞涨的1980年代 显示这次美国恐怕也在面临严峻的通胀危机 根据社会安全局的估算 在调整社会福利金后 平均每名退休人士所收到的福利金 将从目前每月的1565美元 增加92美元至1657美元 退休夫妇的福利金将从2599美元 增加154美元至2753美元 近40年来 上一次有这么大幅度的调整 是在2009年的5.8%调幅 但那是金融海啸发生的隔年 美国经济当时从低谷回弹 出现暂时性的物价上涨 逾6400万领取社会福利金的美国人 将很快在明年1月收到的支票 看到金额调整 另外约有800万名接受社会安全补助金的美国人 也将在12月30日开始看到补助金上升 社会安全局还宣布将2022年 应缴纳社会安全税的最高收入 提高到14万7000美元 2021年是14万280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2022年的医疗保险币部分的保险费率 还没有公布 这些保费的支付 通常直接从社会安全支票中扣除 中天中旺 真理报道 所以这是那些保费的支付 还有这么种的保费